今天这个家完全展现了我们掌控空间的功力 融入了中式的元素又有现代的时尚现体 我们跟随设计的逻辑 运用跳脱框架的美学思考 用全新的设计阐述了新中式的意境 其实这次的屋主他从电视上看到我们一些得奖作品 而且很喜欢我们刚开始从茅牌屋的处理手法 那很信任我们也选择我们云廷设计团队 那从一开始的讨论一直到最后新中式的定调 我们怎么样把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的工艺 融入在设计当中 让它创造出另外一种氛围 把生活中我们常用的东西变成一个精品 让中式与西式的美学冲突又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属于我们的新中式 今天要介绍的空间蛮特别的 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老张就带我们来这边看过 但当时是一个茅胚屋的呈现 我还记得在天花上面有非常多的管线 然后地平有做的当时有不太一样 我有问过你 然后非常的干净 我还夸奖说你们的工地怎么都这么干净 对 但是今天整个就是完成了完成品 哇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感觉上空间感就是更放大了 其实我们常常说设计以人为出发点 那在跟屋主充分的沟通以后 我们发现他对生活的需求 以及甚至要把未来的考量性都把它考虑进去 那屋主他希望每个房间都刚刚好就好 毕竟是一家五口嘛 那他希望工领域能够大一点 能够让家人团聚的时间多一点 那而且也可以让工领域的地方大气一点 客人进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房子有质感 是 所以一家五口他们希望工领域大 然后房间刚刚好就好了 那么刚才老张跟我讲到说呢 今天整个风格是以新中式的风格来做呈现 跟以往那种中式可能有太失忆啊 或者是颜色很深很深 那感觉是完全不同 可是我想要问一下老张就说 你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新颖的想法 其实我们跟屋主讨论完以后呢 其实他很喜欢中式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常常只中意而不中形 不会再像以前 把这么大量中国的元素 融合在你的室内设计里面 而我们这场暗场呢 我的想法是用一些元素 用一些颜色 融入到这个房子里面的设计 把整个味道跟氛围把它带出来 那中国的传统颜色就是黑白电情 我们只要把这些颜色 融入到它的工领域里面 再加上一些传统的元素 比如说传统的记忆啦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有很多的传统工法在里面 你说传统的艺术就是竹帘 我有看到一个屏风 但是它是以几何的一个造型来做呈现 我觉得蛮新颖的 其实中式的屏风呢 我们在做这个几何造型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是怎么样把材质 融入到我们的设计里面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几何的图形 做一个量体的堆叠 让整个屏风不但能够符合 我们中国风的味道 还有再加上我们前后左右上下的距离呢 都有红字 那因为我们天花板特别的挑高 那用传统的工法 就是木头框来结合竹边传统工艺 是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我们在外框上面 我们用了铁键 结合传统的竹边艺术 来做一个几何图形的呈现 所以搭配了这个前面 我们做了一个隔栅的莫兰迪色的一个跳脱颜色的框架 然后把这个场域整个分开来 再加上我们在门口配置了一个顶 一个圆顶 象征就是进来圆圆满满 那因为这个地方的天花板 我们尽量把它挑高 把所有的管线都集中到玄关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收口 真的耶 听完老张的讲解之后呢 其实我的这个焦距都会停留在莫兰迪色的框架 而不会看到了因为这个管线的关系 所以降低了天花板的高度 那么当然一进来之后呢 就看到满满的心中饰 有看到山水的泊墨画 当然也有延续到刚才你的竹边的艺术 对 我们从这个莫兰迪的颜色 进来以后做一个长域的划分完 进来我们就可以好好地享受 心中饰所带给大家 视觉上的冲击以及氛围 就像我们一进来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啊 其实它是用一个美奈板房 大理石的一个材质来做门片 那因为它的高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表面我们用了一个 铝框的一个门片来做结合 那夹着这个美奈板 好处是它不会变形 又可以摆脱传统 我们做一般做门片高度限制的问题 所以整个柜体看起来就非常的挑高 是 因为你们团队是自己画这个图 来做这个柜体的 对 其实我们从柜体的设计 一直到家具软装的这些安排 我们不但做一整体的配套 我们特别在一些细节上 帮客户量身定制了这些展示柜 为什么 因为展示柜它有一定的重量 放久了 它的层板会弯曲 所以我们不但在层板的底下 加了一块铁板 来支撑整个层板的重量 其实这就是细节 那再配上我们一些中式的家具 还有我们看到身后这一颗 有一点历史的真薄 所以整个空间呈现了一个中式的魅力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 多一点 少一点都不行 所以我们就称是 农牵合度的感觉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中式 但是来到这边这个沙发 它就是欧式的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 要在沙发上面 其实你要的是一个舒适度 那我们这次特别跟品牌沙发做结合 意大利知名的品牌沙发 我们从中式的书桌椅 一直到这个欧式 Chesterfield的沙发颜色 配上深色的地板 还有铺沫山水的大理石 让两种不同的生活美学 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老张团队 所厉害的地方 因为其实这单品分开来看也很美 但是合在一起却更美 在客厅整个公共空间是全部连在一起 包括客厅沙发区书房餐厅以及厨房完全连在一起 但是你是用地平来做厨域的风格 其实我们进门口以后 玄关进来我们用了一块有生命力有温度的大理石 那我们要求厂商帮我做一个防骨面 感觉你一进来的时候踩在地上非常地温润 那在接下来到了我们客厅区域还有书房区的时候 我们用石木地板 那在大理石跟石木地板中间 我们用了杜泰的不锈钢来做一个场域的区隔 那再到了这个厨房区还有餐厅区的端井 我们用了杖青兰的这些花砖去做一个分割 所以整个空间其实我们没有用一些隔屏 或者是固定件去做一个分割 而我们用颜色以及场域的这个相对关系去做区隔 其实老张我发现你们这一场有非常多的主题墙 不管坐在哪里其实触户都是井 像我就特别喜欢这一块 它有点玻璃透明的那种材质 就把整个质感都带起来了 其实我们这个壁砖没有做花花观察非常细微 它里面还有很多的中式集合图腾还有图形 一直延伸上去接到我们的这个壁灯 那我们壁灯特别选用一个金色的壁灯 等一下跟我们郡去走廊端井的这一个生命之花 做一个结合 那它象征的就是中国传统的煤油灯 那么厨房虽然不大 但是它的细节也蛮多的 对 其实我们厨房特别选用这块大理石 为了要配合我们底下的这个镀台钢板的颜色 那再配上我们下面我们特别选用了 不锈钢毛丝面一个镀台的钢板 其实我们从炉具这个吧台的炉具一直延伸过来到这个地方 还有配合一个水槽 其实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整个家人他们的活动的情况 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其实就是灯光 我们让整个吧台好像悬浮在空中 不但稳重而且又轻盈 所以我们在整场设计里面 很多很多冲突的美学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呈现一个心中式的效果 讲到心中式我就要来讲一下 这个是吊架对不对 刚才跟老张聊了一下 老张说他为了这个吊架 真的是费了一番心思 而且差一点就要自己下来做了 对 其实这个橙板我们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让中国传统的这些艺术 跟我们生活上的这个使用品一些做结合 其实我们发现在国外很多的知名的品牌 他们现在都采用一些中国式的元素 把它融入在他们品牌的设计里面 对 那我们再透过光和影的呈现 其实这个橙板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对 其实这个不简单 因为它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竹编的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木头再加上铁键 对 这真的有难度 不然也不会做了三个多月 对 不过刚才老张你有说到光和影 对 我觉得这一次你们的这个灯光 做的跟以往不太一样 我们这次的灯光用了一些轨道式的条灯 它不但能够随时随地你改变它的位置 改变它的光源 改变它的照明角度 是 因应你的需求 而且我们让整个天花板的光线 好像是有跑动的 有生命力的一种感觉 现场看起来相当跳高的空间感 其实隐藏了非常多的管线 和全热交换机等等的设备 透过整合规划 保留了2093的舒适空间感 贴心老张果然相当贴心哦 现在来到主卧房 双开门是非常大气的 但是我有发现 哇 这个壁面 应该算是艺术品等级了 对 其实这个壁面呢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雷射光雕件 那它师傅它用手工呢 一个一个慢慢地把它缝制起来 那象征的好像行云流水 又好像中国云南传统提点 层层堆叠 名言不绝 在用金边来勾勒 哇 整个质感就出来了 不过说到金色的边 像我们后面这个床头背墙 也有金边是互相呼应的吧 对 其实我们是互相呼应 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 金边的几何线条 配上我们两个灯 那整个床头再搭配 粉红色的这个绷布 让整个床头变得非常温馨 而且有质感 毕竟这是主落室嘛 是 我们要求的就是舒适 而且让一进来能够放松 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来的时候 你有做一个更衣间 对 可是我更衣间在哪 其实就在你身后的这个两扇门 把它推开来 它就是一个更衣间 你是说这两扇门吗 对 那这样做起来会不会有难度 因为它这个门是90度合在一起 它做起来一定会有一个相当的难度 可是我想我们怎么样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让整个空间能够完整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特别规划了一个双开门 不但它平常呢 它能够只要开单扇 它就可以很好进出 开双扇的时候空间会变大 如果有大件的东西想要进去都可以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更衣间 你是没有把它做满的 为什么 因为这次的更衣室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运用了一些玻璃的门片 然后呢再搭配一个化妆桌 简简单单的一个更衣室 然后还有一些光线的柜内光线的呈现 我们会让整个空间的氛围不停的流转 感觉整个更衣室非常舒服而且大方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的你做的卧房 都让人觉得很舒服 而且进来就很想睡觉 像包括两间小孩房的颜色也不同 都是粉嫩色系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们的柜体 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对 其实花花你非常用心 其实我们这次每一个空间 有它专属的颜色 它应该属于的颜色 譬如说我们在卧室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舒服温暖的颜色 让人进来可以放松 那每个小朋友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想法 他可能在公主风的地方 我们会用一些苹果绿的定制家具 配上一些粉红色 把整个空间勾勒出来 那另外一间男孩房的配色呢 我们就用粉蓝色 加上一些金色的这个把手 还有一些金色的勾勒 那配上小朋友他自己挑的一个金鱼的笔贴 让整个房间充满了生命力以及青春 其实我发现 这个量身定做的柜体就有这个好处 可以因为这个使用者 他平常的一些个性需求来做更动 像今天这个设计 其实小男孩他很方便 回到家里面就把直排轮 往柜子底下一塞 球一踢 所有东西都看不到 不会满地都是 爸妈也不会在念它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个非常专业的设计师就是这样 也因为他们的需求来帮他们做设计 那特别我觉得今天 这间很特别是说它是一个心中式的风格 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中国古老的工艺的设计 其实等于是说是帮他们量身定做 独一无二的一个幸福的家 对 我觉得老张 你这个家应该又会得奖了 谢谢 在贴心老张专业团队的操刀下 突破传统框架 创新中式美感 有着扎实的工程 和量身定做的生活细节 相信专业 你的家也能拥有客制化的独特品味哦 想欣赏更多张顺渊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